有了这些行为的女人八成有问题了 其实大多数的时候 女人出轨是有机可循的 仔细观察好好处理 也会就能防止婚姻悲剧的发生 女人是感性动物 她们的心思细腻 敏感又丰富 婚后生活黯淡 没有激情 容易让女人走入出轨的道路 那么女人有哪些行为 能看出她有问题了呢 事出反常 必有隐情 如果真当你觉得 她有哪些对方不对劲的时候 那此时真的很可能出现了问题 所以还是有必要提前了解下 当你遇到这些行为的时候 做到心中有数 第一种行为 以前还会与你聊一聊 家常理短的事 可现在变得不怎么说坏了 第二种行为 晚上睡觉时 躺在一张床上的你们 什么也不说 很明显有了很大的间隙 第三种行为 突然间你的一些行为 她竟看不惯了 还对你产生了厌恶感 第四种行为 你出差时 可能会突然与你说一些 我爱你之类的话 这可能是在她出轨后 对你产生了愧疚感 第五种行为 最近无心整理家务 家中叫乱 第六种行为 以前不爱打扮 现在她开始爱美了 每天都会将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 然后出去玩 第七种行为 最近她玩手机的时间特别长 你若问她在干嘛 她也不会说 第八种行为 新生活很不和谐 有时你想要了 她甚至会拒绝 第九种行为 她最近出差较频繁 并且在出差期间 很少会向你打电话 感谢观看